你做什么啊 黄亦梅陷入他人感情风波 你为什么不跟他保持距离啊 大胆揭穿使乱中气的真面目 你偏拿我当枪使啊 遇见一模明媚 静候一场花开 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我尊重你的表达 人生短暂 不应该放弃任何一种体验 不想失恋的 本期据说很好看 带你走进玫瑰的故事 在自由创作的人生里 勇敢逐爱 请请求请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m分别 订阅 转发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接受了去法国的工作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不是说 要坦诚相待吗 我们不是说 相互之间不能有隐瞒吗 如果能去巴黎总部 我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是我自己的工作 我不能为自己做决定吗 那我呢 你去巴黎了 我们怎么办 你们现在只知道黑是黑 白是白 却不知道这两种颜色当中 还夹着许许多作 深深浅浅的灰色 你们俩都太武断了 玫瑰 你是真的不满意现在的生活是吗 就因为我在想要个孩子 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 还是以此为借口 把我拴在这里 我 如果你能接受你在家带孩子 我出去工作 那咱们就二胎 这怎么可能啊 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 为什么让我牺牲我的事业 要不 我们离婚吧 人们结婚的时候都是冲着满分许的 后来发现能及格就不错了 我不接受 我不同意 我不允许 玫瑰 你冷静一点 这次的爬山就是我们的告别 告别之后 你就把我给忘了吧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好争斗解决的 你要学着接受分别 明白吗 人们相爱的是一些人 与之结婚生子的却是另外一些人 你老师正在奋笔疾书呢 我想带我们的追剧观众问一下 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 马上就好 好 大剧看总台 剧收很好看 大家好 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 最近有一部作品正在我们央视热播 那就是玫瑰的故事 在这部剧当中 我们看到了女性面临爱情的选择的时候 她们如何慢慢地找到了自我 实现了她们在人生道路上 更加自由广阔的生存状态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部剧的主创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现在我们就有请各位 欢迎 欢迎 我们的老朋友了 你好 你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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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玫瑰的故事这部剧的编剧李萧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演员侯长荣 在玫瑰的故事中扮演黄一玫的父亲 黄剑芝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演员黄毅 在玫瑰的故事中扮演咪咪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明洋 在玫瑰的故事里面饰演的是 傅嘉明的弟弟傅嘉明 欢迎 虽然看起来 这个玫瑰的故事当中的几个主人公 他们都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 在爱情当中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情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很多旁观者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看一看玫瑰的故事 在微博 微信 抖音 搜索 CCTV电视剧更多精彩 等您发现 从我们刚刚开场的这个小小的桥段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对于爱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那我首先要问问我们的编剧李老师 就是今天我们在剧中很好看的舞台上 要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故事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剧集刚刚开始 开播 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剧集的前半成 黄亦梅她的出身 以及她在第一段感情里 跟父母之间产生的一些矛盾 对 我们要展示出来 我们常常说 爱情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除了他们两个人两情相遇 可能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些关系 会影响到他们的爱情的进程 虽然今天刘一芬没有来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视角 去感受她的故事 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一看 黄亦梅在走进爱情的时候 她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你去问她呀 我就这个体态 我不靠 我不靠 那个什么岁数大什么的 是哪儿啊 前面了 那是前面了 那是从头来一遍 我们从头来一遍 从头来一遍 因为我前面有一句 对 对 对 有一句 来 三 二 一 来 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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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了 黄亦梅 我 我什么也没做呀 什么都没做人家闹上门来 什么都没做周世辉为了你 今天在民政局毁婚了你知道吗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有未婚妻你知道吧 你为什么不跟她保持距离呀 那你问她呀 她这么大年纪 我干嘛跟她有什么关系呀 郑华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 也许呀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不是吧 她糊涂 你不能推波助澜吧 她看你什么眼神 你不明白 我哪管得了她看我什么眼神 我早就说过了 不要和那些人不清不楚的 你就是不听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都怪到我头上是吧 要我说呀 这事不能全怪玫瑰 爸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不管怎么样 从明天开始 你别去建筑院上班了 凭什么呀 她骚扰我 你不开除她 你开除我 别人为你离婚 那是道德问题呀 行 我就是勾引她了 不 玫瑰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不是我的错 那也行不行 爸 你看看她 坐坐坐坐坐坐 好好的人 爸爸还停在戏当中 特别生气 来 看好 来 请坐 谢谢 大家看着也确实挺生气的 可能和爸爸和哥哥的心情一样 就说 你怎么被搅到别人的感情当中去了 而且为什么会不清不楚呢 对 这件事儿 玫瑰的确是搅到了别人的情感里 但是责任并不在于她 责任是在周时辉 所以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 好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玫瑰在感情当中 还会碰到什么样的新情况呢 就像那个狗掰棒子 你走那么老远 你别走那么老远 你跟着我走嘛 她不能出这块是吧 可以走到这儿 狗熊掰棒子 熊掰棒子都行 但不能是狗掰棒子 骂人 四骂人 五有云 狗不会掰棒子 狗熊 大狗熊 狗熊 不是狗 别给我重复 闹人笑场 来 三 二 一 你不用 你不要这样叫我 这个名字只有我家里人能叫 关姐姐昨天来建筑院了 她去找你了 她没有为难你吧 她为难我干什么 又是我伤害了她 周诗慧 周诗慧 你喜欢我 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不 不仅是因为这些 因为你聪明 勇敢 自信 看到你 而就解除暗阳 我也很喜欢 不仅是因为这些 因为你聪明 开朗 自信 你身上有一种活力 你身上有一种活力 看到你 就像看到阳光一样 那你身上 有什么特别值得我喜欢的地方呢 玫瑰 对 玫瑰 我对你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 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如果说没有遇到你 我可能不知道 喜欢一个人是这种感觉 只要能见到你 我就感觉 很幸福 那都是你自己的感觉 不是我的 关姐姐陪你在自习室熬夜 陪你起公交 陪你坐地铁 你不幸福吗 我 我对关芝芝是有感情的 但是就像 就像人对亲人一样 你刚认识关芝芝的时候 你把她当亲人 周世辉 你自己一情别恋 你别拿我当枪食啊 不是我 玫瑰 一 一枚 这个世界上 幸福有很多种 但你不能像那个狗熊掰棒子一样 我不是你的下一个棒子 关姐姐这么漂亮 对你又这么好 是你自己没福气 玫瑰 我不知道关芝芝对你说了些什么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那边处理干净 她不会再来找你了 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周世辉 我最后告诉你一次 我拒绝你 不是因为我有顾虑 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芝芝 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她不喜欢我 她不喜欢我 来 来 来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 一枚她还是比较无辜的 周世辉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刚刚呢 一枚其实挺冤枉的 也被家里人说了一下 那么和家里人的这种关系 如何去缓和呢 被家里人误解的这个情况 要如何去解决呢 我觉得她的家庭环境是非常有爱的 有很多的理解 这样的家庭是不怕吵架的 是吵不散的 玫瑰的父母其实都是知名高等学府的教授 她父母对她还有对她的哥哥 黄振华的教育 都是非常花了很多心血的 所以她跟她的哥哥是两个 算是人中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据说很好看的舞台上感受一下 一枚她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家庭氛围中 成长起来的 她在画 我在画画 在她画 然后我是拿盒饭吗 还是什么的 别中队的花去 你过去 没关系 我来帮你 好 你就说 您跨越半个北京城 我是让你看看我这画画得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您横跨半个北京城来勾我蝉虫 就是为了让我回家吧 你妈呀 就是嘴硬 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做好吃的给你 你哥也说了 那天 严重了 这不 他们派我来看你 好 不和她说了 爱情的萌芽就是智慧的结束 那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 别跟人说了 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 爸 用你自己的话说 你妈就那样 哪样啊 赶紧吃你的 爸 你看看 你觉得我这画得怎么样 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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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迈是什么评价呀 我让你看看我画得好不好 你要是让我评价国画呀 什么线条 气韵 张法什么的 我还能说上两句 你这是抽象一说 我也不懂 不懂就不能瞎说 从小到大 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没有说过我什么不好 是不是怎么样你都不会批评我的 那倒不是 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 法律就会来制裁你 你要是干了违背道德的事 你的良心 舆论就会来谴责你 还有一些事啊 他没对错 也没标准 比如爱情 他 他就像你这幅画 虽然我不懂 但我尊重你的表达 还是你最懂我 爸 好 我爸太好了 来来来 谢谢 刚才确实是我们也感受到了 在玫瑰成长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 那份浓浓的爱 理解和尊重 所以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三个小小的桥段 让我们正在追剧的观众重温了一下 玫瑰它的感情之路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走向呢 至于在这部剧的拍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 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 《音句尔语》 关注CCTV电视剧 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 更多精彩等你解锁 要说起这部剧呢 其实它是从一个经典原著改编过来的 那么在改编的过程当中 对于桥段的选择和主要角色的选择 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因为这是改编的一书的原作 就是写于1981年 当时的整个的时代背景 年代背景 包括地狱 我们把它移植到了当下的北京 所以整个的氛围气息 我们做了很大的更改 但是我们还是想抓住原作的灵魂 就是原著里的黄玫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主见 对自己的感情要求很高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是要把这个角色的这种灵魂特点保持住 至于说到剧中的黄玫瑰 我个人很喜欢她身上的一点是 她下定决心的时候 她每一次做决定 决定去爱 决定离开 决定结婚 决定离婚 甚至决定去陪伴一个人度过生死 每个决定做完之后 就再也不后悔不纠结了 就勇往无前 这个性格特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一开始就锁定了刘亦菲吗 这个是跟包括跟导演 跟我们的片方都有很多的讨论 大家的意见特别一致 认为这个天选之人应该是 我想观众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除了她之外 我们想不到有其他的人选 谢谢 看老天 我有问题 我反对 我有意见 我觉得不太妥当 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 以后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随之跟我讨论 行了 我们看到在她的几段感情当中 有一个角色 是不是我们在剧里才有的 对对对 在书里是另外一个角色 我们给她替换掉了 我们变成了一个非常年轻英俊的 一个飞行员 我们也是顺着黄一梅这个人生的走向 她走到这儿了 她40多岁的黄一梅是一个完全活开的状态 她是完全主持自己忠于自己的 那么在她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她一定还会经历情感 但是这个情感并不仅仅是爱情两个字局限了 所以我们设置这样一个角色 她跟黄一梅的关系 有一部分是爱情 有一部分是友情 甚至有一部分还有一点人生导师的感觉 她是完成一个多重的命题 刚才您也讲到 其实围绕着玫瑰她的人生历程 她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感 她没有什么在原生家庭的缺憾需要去弥补 所以她可以用一种更加健康的心态 去面对她自己的感情 这样她家里人爸爸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当您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的状态 就是打动了您要接这个角色 给我第一印象 我觉得她是一个智者 活得特别的通透 很有大智慧 很可爱 我相信这样的父亲教育孩子 他是一种放养 发散那种状态 这个父亲他不是说 孩子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跟佟大伟老师之前也合作过几次 对他的表演也很有了解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稳的人在业务上 他个人就是有一种让人愿意亲近的气质 我们这个设定的黄振华的这个角色 其实和小说里是有一定距离的 我们还是希望黄振华这个人 首先他很接地气 而且他身上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他会天天像母鸡护小鸡一样 护着自己的妹妹 不能受任何伤害 他身上很有这种当哥哥的这种魅力和担当 这也是我们那个汪俊导演也很会选角色 对 那么对于这个角色 对于在剧中这样的一个好哥哥和妹妹之间的关系 大维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怎么说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佟大维 在《玫瑰的故事》中饰演哥哥黄振华 哥哥的这个角色跟以往还是很不一样的 他对于妹妹的这种呵护 关爱 又像哥哥又像父亲在彼此的爱情的道路上 还互相给对方出主意出招 生活中自己没有妹妹 不知道这样的兄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但是这次在跟依菲饰演这个兄妹的时候 感受到了这种兄妹情 剧中的妹妹 我觉得这次一飞一眼的这个黄一梅很不一样 她诠释了一个从22岁到40岁的这样一个女人 从这个青春然后到成熟的一个蜕变的过程 每一段感情她都会因为爱 不掺杂任何的这些其他的成分 就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感爱感恨的 这么一个妹妹的形象 今天到我们现场还有两位在剧中扮演旁观者 去看我们玫瑰的爱情的年轻演员 你们自己怎么看待如何去平衡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爱情它更多的是在我们生命中 一种精神上的养分和力量 然后可能事业是我们在现实立足很需要的 但是爱情永远是我们更高级的追求 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联系 相互的那种沟通的渴望 我觉得是非常神圣的 我觉得爱情和工作是要两不误的 因为是一个相互陪伴 相互扶持 就爱情是在有工作的基础上 那我们有物质 有什么 然后推动着我们的爱情能更好 就像那个主持人老师说的 我们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在年轻的时候 来经历过这个 但是慢慢的会发现走到人生的中期 后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没有工作支持你 推动着你 你的爱情也很难维持下去 其实也就像故事里面讲得很像 那么你们两个人和剧中的角色 贴合度高吗 我很早之前就看过这本小说 我也很喜欢 我贴合度还挺高的 因为我饰演的舒佳敏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 这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乐于助人帮助哥哥和小梅姐一起 促成他们的爱情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我就是双胞胎 我真的有一哥哥 我哥哥比我大二十分钟 所以我就更能体会兄弟情感情 这种相依为命 就是我体会的比较淋漓尽致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角色比较贴合 我其实觉得咪咪在剧中 还是很幸福的一个女孩子 工作也很好 然后男朋友跟自己很般配 性格也是很开朗 很可爱 然后我生活中 我会很羡慕咪咪这样的状态 我希望我未来的人生也能是像咪咪这样的圆满 就是咪咪其实是你自己特别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是 她有自己的想法主见 然后也很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表现 然后自己要什么 然后感觉她把工作和事业都平衡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也知道呢 一个好的剧本对一个剧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那李肖也是已经第二次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了 那我也特别想问问你 为什么你的很多剧本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作品 也不是每一部都受欢迎 多谢多谢 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健身圈里有一句话 他们说这个人你吃什么东西你就会成为什么 如果你的饮食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那你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就是很健康很干净的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用来比喻一个编剧一个作者 你想写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你首先要活成什么样的人 你的价值理念 你的观念 你对爱情的观念 你对友情情感的观念 你对工作的态度 对他人的尊重 这个都是会潜移默化影响你自己的作品的 我觉得这是你在生活中可以做到去改变影响的地方 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剧本它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品 它是需要有导演演员 有方方面面有整个组几百个人 有这些伙伴帮你一起实现 所以我觉得成就也是大家的 然后所以它只是一个基础而已 但是并不能算作成就是编剧个人的 那么刚才你也讲到说其实编剧自己的状态 也会和她的作品有一种暗和的关系 那么这次在这个作品当中 你自己有哪些体验经验是放到了某个人物身上的吗 我们会注入到每一个人物身上 可能并不是说其中一个角色就完全代表编剧自己 这个也私心太重了 这个是会润物戏无声的会放在每一个角色里面 就包括黄一梅的每一次人生选择 我知道现在大家很流行说一个词叫恋爱脑 就是好像你为了爱情你付出一切 你放弃掉一切 但是其实人生短暂 爱情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友情也是亲情也是 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一种体验 对 所以我们不能说去片面地评价一个人 把爱情看得很重或者去追求爱情 它就是怎样怎样的 这是我自己的态度 生活态度 汪俊导演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都特别地深入人心 这一次他确实又拿出了一个好剧 来和我们的观众分享 和汪俊的合作这是第几次了 这是第二次了 将近十年之前我们俩合作过 这次又有什么新的化学反应吗 我虽然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在跟汪导合作 但是一直在关注汪导的作品 他不管是拍古装戏 年代戏 还是拍当下题材的 都非常优秀 我一直觉得汪导是拍这个戏的不二人选 汪导的文学素养特别高 汪导是个很细腻的人 所以有一些我们剧本里很情绪化的描写 他可能不是具体的这个演员的一个动作 一个台词一个眼神什么的 其实是一种很诗意的描述 但是汪导能把它拍出来 能把它实现出来 并且他不觉得这些片段是多余的 他认为这些片段也是完整这个剧的一部分 所以跟汪导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在预言上的沟通 我觉得是借助剧本神交 这个就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有一种默契在里面 在这个戏当中拍摄的片场 作为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对手戏 有没有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特别深刻的倒没什么 但是我特别期待的有几场戏 基本上是跟黄一梅的 我觉得这个父亲在剧里面起的作用 那些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就是在表演上 就追求一种生活的一种常态 不是表演状态在这方面 我在这个剧里面有几个条段 我觉得就是自己就感觉 说台词和拍完了以后 自己感觉就是特别舒服 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追求的一些东西 那么其实今天呢 我们的主创当中也有一个人 要作为代表来送上一首歌 带来一首关于爱的歌曲 叫《永不失联的爱》 好 我们一起在歌当中 继续去体会玫瑰的故事 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爱意和温暖 有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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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我们的各位演员 接下来将在我们据说很好看的舞台上 为我们送上玫瑰的故事的另外一段精彩 我们一起来期待 比如说我也在看剧本不拿这个夹子 其实冯老师我们现在要演一场结婚的戏 您能给我们一点帮助和指导意见 直接来这边了 他不就把他坐吗 你一会儿坐哪儿 一会儿把这感觉演出来了 比如说男孩你个子刚你可以坐着 然后他可以在你后面扶着椅子 因为可能要我们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个监视器上 好的好的 明白 剧中很好看 等您一起看导演来教戏 东西 老师 你看着怎么样 哎呀 真好看 真喜悠 可以啊 霸起来吧 来来 过来看看咱们拍得怎么样 真不错啊这感觉 好浪漫啊 对爱情 充满好奇 毫无畏惧 漂亮啊 很有质感 嗯 好 接下来就看你们俩的表现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吧 坐吧 欢迎老师 好久不见呢 真是好久不见 所以马上有点情侣 还有结婚 很忐忑啊 我也有点紧张 你之前看过这个小说梅哥的故事吗 我应该在两三年前 之前看过这本小说 我很喜欢 他每个角色都很丰满 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 也是非常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 刚好就是傅嘉敏 因为他就是有很多的内心戏 挺不一样的 而且他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儿 和我一样 那真的真的很合适 对对对 我看咱们还有好多那种矛盾冲突啊 咱俩婚礼上好像还遇到困难了 对 到时候看看怎么弄啊 对对 这个咪咪说他结婚的时候 爸妈不在 那可难过 真是 人生大事 爸妈不在 你肯定不高兴啊 这可不能一般的不高兴 这真的是得挖挖大哭 你哭得出来吗 这一下情绪拉满了 让人有点压力啊 定上去 我天哪 好好找找感觉 小 正好那个侯老师在 咱请侯老师给咱讲讲看看 直到直到 行 侯老师 直到不敢当 你们俩那些我都看过 说实在的啊 现在年轻人的表现真的不错 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 这样我提点建议吧 好呀好呀 我觉得啊 咱们首先得弄清楚 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 这样感觉就自然有了 对吧 对 你想互相送戒指 给老人敬茶 这个环节不可少 是 再就是啊 你们想一想 一对情侣走进婚经殿堂 这一路肯定发生了不少故事 你们可能会在这个时刻 想起自己的相遇相知 当爱情开始萌芽的时候 你们都会对爱情充满好奇 毫不畏惧 凡事都将彼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但过程中肯定少不了纠缠 拉扯 甚至自我而已 即使知道将会面对生活的难题 依然选择相爱与长 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咱一起来看玫瑰的故事 那咱一起来看玫瑰的故事 就不不稳定 那咱们统筹 也不得了 我没关系 有福总统筹 但这事 也不得了 你做好了 狂想在这个赞 你已经找他 真正的 可以 我们可以让你 我相信會越來越好 人生的道路並非總是一帆風順 但是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們 她們始終堅信 幸福的秘密是勇敢 以樂觀積極的態度 面對人生的風浪 熱愛生活不懼挑戰 這樣昂陽向上的時代風貌 鼓舞更多的女性 勇敢擁抱燦爛的人生 希望你也可以因為黃一梅的啟發 找到自己 綻放自己 因為此刻就是花期 大劇看總臺 據說很好看 我是陪您一起追劇的王希良 感謝您持續的關注和陪伴 讓我們相約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再見